來看九尾酒店 十年又到眉市日後第五號訪訪 雖然今年中華館的招生名 也比報名人數約更多 不過也是有九十個學生落訪 團統的名號 在中華國中和中華入中 在上街六處分數 也都是比九年少看提官 在這裡也要提醒學生 如果受到分化的統治 團一一定會在七號 來到六處學校辦理報道的出秀 十年又到眉市日後分化五號訪訪 每一個國中市也都會在校門口 大出新生的六處名單 原來兩間支票上的學校 中華國中和中華入中 今年最多六處分數 若只看會口的性質 不及正經濟的分數 國校的分數都有明顯提升 最多就是一百三三 我們有十一個 然後我們最高分數是一百三 當然就是十一個 然後我們最低分是一百一十七 那一百一七如果說扣掉 這邊的學生一百七 有的學生他是競賽沒有拿到分數 低收入沒有拿到分數 這樣的話這樣的學生是三A2B 我們也收了好幾個 在最低分裡面 從這個成績都比以前更加提升了 也從這裡看到我們彰化縣各國中認真辦學 學生學習成果不斷的在提升當中 我們也感謝國中的師長們用心的把學生教導 讓大家的學習程度都不斷的在提升當中 因為今年國中不用是一學的結婚方式跟幾年又不一樣 中華國中最多要一百十七分 中華入中要一百二分 要投這兩間學校會科最少隆愛科2A3B 大眾的新聞 中西梁 中華 蔡宏伯德